本地艺术家罗兴辉和480名青年将为明年的装艺大游行携手打造 一个由28个集装箱组成的巨型装置艺术 这也将是装艺大游行史上最大型的社区装置艺术作品 人协发文告表示 高18米长60多米的巨型装置艺术将作为表演背景出现 是明年装艺大游行的一大亮点 参与的年轻人将以喷漆的方式装点28个大集装箱 体现拥抱明天的主题 除此之外 超过2000名来自本地八所小学、理工学院和公益教育学院的学生 也会以未来的新加坡为主题 涉及兔形艺术装置 装艺大游行2023也将通过多个活动展现本地年轻人的才华 预计将有超过3000名青年参与明年装艺大游行的各个表演和活动项目 装艺大游行2023将在2月3号和4号 在F1维修站大楼举行 这也是疫情爆发以来首次全面恢复实体演出的装艺大游行